Hello,大家好,我是莫莫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南京的鸡明寺 这后面就是南京鸡明寺的山门 大家有看到吗 就这个地方 据说这个地方啊 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那种传奇故事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鸡明寺呢 就是南朝484之首啦 香火很旺 今天天气很好 人超级多 鸡明寺的由来呢 是有一个神话传说 很久以前啊 这里盘踞着一条无公经 无恶不作 经常祸害生灵 后来玉皇大帝呢 就派天宫中的鸡鸡下凡 对付那个无公经 鸡鸡与那个无公经啊 大战一番之后呢 无公经最后是被咬死了 但是鸡鸡呢 也中毒太深 就倒下了 鸡叫的山身后 就化成了那个鸡明寺 所在的这个山丘 这个山丘呢 就是从高处看 挺像一只公鸡的 然后无公经呢 就化成了九华山 但是这个九华山啊 注意啊 不是那个安徽佛教圣地的那个九华山啊 是玄武湖旁边的一座小山 长得呢 就跟无公差不多 一会儿我们看到上面 能不能看到那个九华山 鸡龙山的那个鸡头 一直就盯着九华山 死盯 就是要确保 它不会再出来祸害森林了呀 祸害老百姓了 然后呢 老百姓们为了纪念 为民民除害的金鸡呢 就把这个寺的 山上的寺庙啊 称之为鸡民寺 当然啊 这只是一个传说 其实这座寺庙呢 是南朝的时候 梁武帝宵衍建的 就是齐魂里面 处营的那个皇帝 那个时候还不叫基因寺 叫童太寺 童太寺建好后呢 梁武帝就经常到这个寺里来讲经说法 皇帝一干都不爽的呢 就到童太寺来当和尚 然后再让大臣们出大笔贤 为他赎生 就是你不能白白的 把我寺里的和尚带走啥 然后所以要赎生 梁武帝先后这么干了四次 就是大量的金钱啊 都流到了童太寺里面去了 童太寺呢 也是同时成为了 那个时候的全国佛教中心 达摩祖师从那个天竺 来南京弘法的时候呢 也是曾经住在这个寺中的 就很有可能梁武帝 跟那个达摩祖师 那次著名的对话就是发生在这里 那个对话呢 是什么呢 就是皇帝问道 我即位以来到处见词写经 这功德是很大的吧 达摩回答到就很干脆道 没有功德 你想着功德便没有功德 然后呢 由于对佛法的理念不合啊 梁武帝他也get不到达摩的点 就最后分道扬镳 不欢而散 后来达摩祖师 以为渡江到那个河南 开封创建了禅宗祖亭少林寺 关于那次对话呢 意境太高 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就有机会的话 单独做一期视频来讲一讲 今天我们还是看看 其实说起梁武帝呢 他应该是历史上与佛教 因缘最深的皇帝了 他的那个意境 虽然是比不上达摩 但是他对佛法的 也是特别有自己的见底的 就我们现在用的那个魔鬼的模字 就是他参入佛法的时候 发明出来的 现在的和尚不能吃肉呢 也是从梁武帝开始的嘛 在他之前和尚是可以吃肉的 但是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肉不能是我杀的 杀的时候呢 我没有看见 杀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听见 就是符合这三个点呢 就是可以吃这个肉 言尔道尼吧 就是那种 梁武帝呢 就觉得这样的心不成啊 就颁布了一道正命 正命就说的 天下的和尚都不准吃肉了 当他作为向往佛教的一个皇帝呢 他也是以身作者 自己也只吃素哈 就从此和尚就不再吃肉了 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然背地里偷偷吃的不酸哈 但是物极必反呀 也是因为过度 痴迷于佛教 就是每次他们国库 有一点钱 就得给他赎生 一而再再而三的吧 大臣们也受不了了呀 然后他自己呢 也没有精力在理朝政了 忠用的人里面呢 也出现了奸臣 最后重叛清理 被反叛所行 落得了个活活饿死的下场 大家觉得梁武帝是个好皇帝吗 就我个人觉得哈 他是个好人 但他不算是 到明朝初年的时候呢 明太祖朱元璋就命人 拆除重建了通太室 正式改名为基民寺 就或许是为了怀念他得事之前 当过和尚的那段经历吧 他的老婆啊 就马皇后和各位大臣 还有家眷啊什么的 就经常来基民寺进乡 基民寺呢 也就是成为了整个明朝的皇家寺院 看过大明风华的小伙伴 肯定记得 就是明城主朱棣身边啊 始终有一个老和尚 电视剧里呢 可以看到 朱战基没事总 去那个基民寺找爷爷嘛 同时呢 也是接受那个老和尚的指导 这个老和尚呢 就是明代第一起身 黑衣宰相姚广孝 他是帮助朱棣在 静难之役中夺得地位后呢 就选择在基民寺出家了 他的那个皇帝学生 他有两位皇帝学生啊 太子朱高智和太孙朱战基 就创下了历史上有名的人宣之志 这个当中姚广孝是功不可没 我现在拿着 就是在这个钥匙王塔这个位置 然后要绕塔三圈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塔 看到了吗 这个塔其实如果熟悉这个老板的姓版 你要走床起的那个小伙伴们 应该知道 这是最早的那个版本的电视剧 那个雷锋塔 它的取景就是在这取的 因为当时杭州的那个雷锋塔在 还在建 还没弄好 还没有维护好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取得紧 有没有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拍不到 据说鸡鸣寺的姻缘哈 是特别特别准的 就是从古到晋呢 周边的百姓呢 都会到鸡鸣寺来进乡 许愿求姻缘 当然现在也有不少来买房 尿号 希望能中奖了哈 这个是 为什么呢 就是根据那个 诗经中啊 有一篇诗是这样写到的 女约鸡鸣 四约 媚丹 遗言 饮酒 与子 偕老 这首诗呢 就是把姻缘和鸡鸣 联系在一起了的嘛 尤其是在那个 新白娘子传奇里面哈 白书真为了救许仙嘛 就决定一步一步 就归上这座塔之后呢 这个说法就更灵了 嗯 或许这个桥段 就是象征了爱情 那我们现在呢 就到了这个燕之井 这沟井的出名呢 是和陈朝的最后一个 皇帝陈后祖有关的 就当时 隋朝的开国皇帝 杨坚统一北方之后呢 发兵攻打江南 可是这个陈后祖呀 就至时有长江天谴可守 依然沉迷于九色 写出那个叫 玉树后庭花的曲子 整天跟宠妃张丽华 边唱边花天酒地的 直到台城皇宫被攻破了 陈后祖呢 就匆忙的带着宠妃 张丽华以及那个孔贵人呢 就躲藏了这个枯井里面 后来被隋兵发现了 用绳索拉上来呢 那个 两个妃子就被当场杀了 陈后祖呢 也被俘虏了 传闻啊 两个妃子就农装 莫衣 淹抹嘛 就进出井口的时候呢 就撑到了井口上 后人呢 为了铭记城后祖王国的教训 就称这口井为 燕之井了 后来也就有了 杜牧的 伯秦淮 烟龙寒水 月龙沙 夜薄情怀 敬酒家 商女不知 王国狠 隔江游场 后庭花 уть水 写 一 大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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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